1月9日至10日凌晨的暴雨严重影响了纽约市的公共交通 中央公园的降水量达1.95寸 纽约市多条火车线路受到了影响 超过4万4千名新泽西居民遭遇断电 拉瓜迪亚机场和肯尼迪国际机场在9日晚都实施了停飞令 在此之前 两个机场的数百个航班延误 数十个航班被取消 此外 恶劣天气也影响了纽约市的杜伦交通 连接史台登岛与曼哈顿的圣桥制航线 以及皇后区的洛克威海滩的杜伦航线都由于强风而暂停 而为了应对纽约地铁在暴雨中的运转情况 大都会运输局的工作人员 在全市一些最容易受到水灾影响的车站通风口上方放置了隔离电 以防雨水淋湿站台上的乘客 亚马逊负责监督Twitch直播部门部门的高管1月10日表示 Twitch直播部门将裁员于500人 约为员工总数的35% 这是Twitch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进行的第三轮裁员 去年3月裁员约400人 10月Twitch旗下客户体验部门也进行了裁员 且该部门的高管离职率也居高不下 同时亚马逊也经历了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裁员 自2022年以来亚马逊已裁员27000人 该公司周三还宣布了在Prime Video和MGM Studios部门的裁员计划 加拿大联邦法院最近判决一名计划到加拿大深造的中国学生 因潜在的间谍危险 不得入境加拿大 中国学生李月康被加拿大滑铁路大学 机械机电一体化工程专业的博士课程录取 将专攻公共卫生研究 但是加拿大移民部签证官拒绝该学生的签证申请 忧虑他将对加拿大国家安全造成潜在危险 李月康诉请法院重新审核 但加拿大联邦法院首席法官克兰普顿裁定他败诉 认为李月康符合非传统间谍定义 裁决书提到当事人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该大学与中国国防部关系密切 他的研究领域是微流体学 对中国的生物制药产业很有用 法官认同签证官说法 忧虑李月康的研究领域与中国的战略利益有关联 有可能被中国政府招募或胁迫做间谍 无论移民官的决定还是法官的判决书 都没有证据显示李月康以前或现在从事间谍活动 加拿大的拒签 是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以后的概率性决策 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1月9日宣布 该国进入国内武装冲突状态 该法令发布前不久 一伙武装人员闯入厄瓜多尔西南部瓜亚基尔市一家电视台 并挟持电视台工作人员 路透社报道称 枪手占领电视台的过程还被进行了大约20分钟的现场直播 其中可以听到枪声和喊叫声 一些武装人员对着摄像机做手势 厄瓜多尔警方后来表示 已逮捕了13名占领电视台的武装人员 媒体机构的工作人员均被疏散 此外至少发现了四把枪支 两枚手榴弹和爆炸物 厄瓜多尔国家警察总司令萨帕塔指出 肇事者将因其恐怖主义行为而被绳之以法 近段时间以来 厄瓜多尔全国各地发生多起暴力事件 CNN援引当地媒体报道称 瓜亚基尔一家医院9日当天也出现了武装人员 此外至少有7名警察在三个不同的城市被绑架